字幕。 詐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那我們要怎樣來研究遺傳 對於人類的影響呢 第一個就是選擇性的一種 當然這個研究 一剛開始知道很多在人類身上的研究 早期都是在動物身上去做的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拿老鼠來做研究 他們把那個很會走迷宮的老鼠 跟那個白癡的老鼠 不會走迷宮的老鼠分開來體驗 好 那後來就發現那個會走迷宮的老鼠 如果跟另外一隻會走迷宮的老鼠結婚 生下來的小老鼠就是迷宮高手 那那個笨笨的迷宮白癡的老鼠 他跟另外一隻笨笨的迷宮老鼠的白老鼠結婚 可能生出來的小白老鼠 就是一隻更加笨笨的 那個走迷宮的老鼠 所以你就發現說 選擇性的育種這件事情 在動物的身上看到它的果效 但是在人類身上 可不可能這樣來執行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 其實你知道你們都是靠著相愛而結婚 對不對 今天絕對不會結婚的時候就說 來 亮出第一件法寶 請問IQ多少 好 好 然後兩個人 好 125跟130 好 OK 挺撐頭的 亮出第二樣法寶 你有沒有基因方面的遺傳的缺陷 沒有 好 好 那就來結婚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在人類身上 幾乎是不可行的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認為全世界只有德國人最優秀 所以他想把很優秀的以色列人 全部把他幹掉 那你就會發現說 在人類的身上 我們幾乎是沒有辦法 用這種很科學的 但是卻不符合人性情感的方式 來育種孩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只能父母都也只能說 記得結婚的時候要找個什麼 古老傳統的那四個字叫門當戶對 其實門當戶對並不是在於說 對方有多少錢 他智商好不好 其實很多人講門當戶對 大概是來自這台生長的背景 價值觀 你會發現有很多夫妻最後之所以離婚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價值觀很不相同 所以你還是會發現 基本上在人類這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其實門當戶對這個概念是 必須存在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譬如說你現在念到大學對不對 當然現在沒有人小學畢業的 很少 我們那個年代或許還要用 對不對 可是這個年代的牌值 幾乎百分之一百都大學生了 因為現在大學的入學率很高 可是你還是會發現說 其實是跟你生活環境有關 對不對 就是說像你來新竹念大學 你很有可能交往對象 如果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就是清交的孩子 不然就是中華大學 或者是在我們附近的孩子 你會發現說 這個是地域的可能 就像我去美國才認識我先生 所以地域就限制你擇偶的可能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或許是一種非正式所謂的門當戶對 所以你選擇的對象原則上大概就是大學畢業 然後大概興趣跟你差不多 然後年齡跟你差不多等等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 不是那麼科學的門當戶對 選擇性的預測 好 那再來就是家族研究 我們想要知道 到底遺傳對於個體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雙胞胎設計 我們想要知道同卵雙生的孩子 他們在相同的環境長大 跟他們在不同的環境長大 對他們有沒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影響 到底是先天決定的所有的一切呢 還是後天的環境決定一切 好 所以第一個叫做雙胞胎設計 第二個叫做收養設計 所以你會知道如果是同卵雙生 他們的基因遺傳的相關性 應該是1.00 就是百分之百相似 好 那如果我們看到的是兄弟姐妹的手足 或者是一卵雙生 所以我們大概覺得說 那個他們的相似性 大概就是接近百分之50 就是1.50 好 那收養設計他就是想要了解 如果一個小孩從小被人家收養走了 那到底他的智商是跟他的親生父母 比較相似呢 還是跟他收養的父母是比較相似呢 這中間的觀念是有沒有發生什麼 好 那所以他首先必須要知道說 如果一個孩子被別人收養對不對 他跟他父母的血緣 血緣的相關性是多少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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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圖 有沒有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看到沒有 親生的父母跟孩子的血緣相關性是多少 0.550對不對 好 那跟他的養父母的血緣 血緣相關性是多少 0.0 好 如果今天我家收養了一個小妹妹 他跟我的血緣的相關性是 多少 0.0 他跟我兒子的血緣的相關性是多少 0.0 0.0 然後這個小妹妹跟他親生的父母的血緣相關性是 0.550 0.550 這樣可以了嗎 好 那所以呢 如果這個小妹妹他有兄弟姐妹 他跟他兄弟姐妹血緣的相關性是 0.5 0.550 所以兄弟姐妹跟異卵雙生的血緣相關性都是一樣的 都是多少 0.550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 你看到這個你就看到說 那我們要知道 他們本身血緣上有一些相關性 那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所以他們就想要知道 那環境對於基因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某項特質是不是受到環境所影響 好 第二個是遺傳與環境所能解釋 該項特質的個別差異的程度 到底是怎麼樣 好怎麼樣 所以科學研究就發現說 是同卵的雙生男性 如果其中有一個是同性戀 那他另外一個同卵雙生的同性戀的可能性是多少 那如果是一卵的兄弟 如果其中一個是同性戀 那另外一個是同性戀的比例又是多少 他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56個雙胞胎當中的一個是同性戀的話 那他也有將近29的29隊 也就是說在56隊裡面29隊 如果其中有一個是同性戀 另外一個也是同性戀的對數是29 所以就是比2分之1高一點點 那如果是手毒或者是異卵的 異卵雙生的 如果其中54隊裡面 如果有只有12隊是兩個人都是同性戀 所以也就是說 好像看起來基因是會影響同性戀的傾向 就是說同卵雙生 因為他的基因遺傳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中一個是同性戀 另外一個可能是同性戀的可能是50% 可是如果是異卵的 大概就是不到多少 這個比5分之1多一點點 是不是5分之1多一點點 好喔 好喔 那就告訴我們說 那智利他也發現說 如果是同卵的雙胞胎跟異卵到底是什麼 他說如果是同卵的雙生子 一個是很聰明 那另外一個是很聰明的課 是如何呢 那這些都是我們要來看的 好 所以這邊就看到了 他說如果他發現說 沒有關係的兄弟姊妹 也就是收養的關係的兄弟姊妹 他們的血緣關係是點00 如果他們被養在一起 他們智商的相關性是點30 好 那養父母跟收養子女的血緣關係 也是點00 那他們的爸爸媽媽收養父母的智商 跟被收養孩子智商的相關性只有點19 好 所以他們誰比較相似 是跟手足比較相似 所謂的沒有血緣的手足比較相似 還是跟沒有血緣的父母比較相似 其實有一種可能是他們年紀比較相似 他們生長的那個年代是比較接近 爸爸媽媽跟孩子因為有代溝 因為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不相似的 好喔 再來 那你會看到說如果是親生的父母 跟孩子血緣關係是點42 其實是比就是你雖然被人家領養了 可是你智商跟你自己的 跟你自己的爸媽的相似性是1 收養你的父母的相似性要高一點點 因為一個是點42 一個是點34 好喔 那如果是兄弟姐妹呢 被一起養在一起的 他們的智商相關性是點47 所以他好像跟血緣關係 看起來 看起來他的血緣關係是點50 那他的相關性其實是也是接近點50的 所以你會看出來說 所以這件事情看出來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雖然他們不是同時被養在一起的孩子 就是同時被養在一起的孩子 雖然他們有可能是血緣相同或血緣不同 可是因為他們也受到相同環境的影響 所以他們的相關性其實是不會很差別的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如果說有一對父母 他自己生了兩三個孩子 他要去領養了別人的小孩兩三個 你會發現不管是自己生的或別人生的 一起養他們的智商的相關性其實是點34 那自己生的 自己養的 他們當然智商的相關性相對的要高一點 這個是因為他有先天的遺傳 又有後天的相似環境的影響 好 那雙胞胎呢 如果是一軟他其實跟兄弟姐妹是一樣的 他也是血緣關係是點50 可是你看到他們的智商卻是點60 比兄弟姐妹的點47要來得高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看他們的血緣關係都是點50 可是為什麼兄弟姐妹的智商關係 只有點47而一輪雙身卻是點60 為什麼 好 還有呢 同年齡 同年齡 還有呢 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同一個子宮女長大這是一種可能 因為他們接受到相同的外在環境 同年齡也是 就是說因為今天 今天就算是一對一輪雙身 可是因為父母都認為他們是雙胞胎 所以是不是對待他們的方式會比較相似 相較於手足 對不對 譬如說你跟你姐姐只差一歲 可是每次女姐都說 你媽都說她是姐姐 你是妹妹 可是妹妹就很不高興 那姐弟很不高興 覺得我才帶她一歲 我為什麼要讓她 那妹妹就說我才小愛一歲 為什麼要跟她姐姐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但是同一卵雙生 雖然她是一卵 可是因為他們是同的時間生出來 所以他們被對待的方式是比較接近的 所接受到的待遇可能是比較相似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智商會比較接近 那你看同卵雙胞胎 他們的血液關係是多少 1.00 可是他們的智商相似性只有 1.86 雖然他們是最高的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也就是說同卵雙生 雖然他們的 身上1.86已經很高了啦 可是你還是會看 他們還是有不相似的地方 也就是說雖然兩個雙胞胎 他們也可能在他們生長求學的過程裡面 他們會自己去找 跟他們自己比較相似的 所以不一定會喜歡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能很多東西很相似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不相似的 好 這是看到說被癢在一起 那被分開來癢育的家庭有看到學生嗎? 你看同卵雙生跟一卵雙生 一卵雙生如果被分開來癢 你看到他們的智商相關力是不是降低了 從點60變成點52 那同卵雙生被分開來癢也是一樣 從點86降成點72 所以你就告訴我們 被癢在一起跟分開來癢 那你看這些也一樣 兄弟姐妹被癢在一起是點47 但是被分開來就降到點24 好 那親生父母自己的孩子自己癢 跟自己父母的智商的關係是點42 可是他如果是被別人癢 就變成點22 點22其實跟這個養父母跟收養子女的 這個點194是很接近的 其實是類似的道理 就是不是自己的血液的關係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他們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不是自己的種 跟你的相似性其實原則上是不會高的 那以至於你會發現說環境 當然也扮演一個角色對不對 就是說雖然你看到一起癢跟分開癢 你會發現說那一起癢就比較相似 分開癢就比較不相似 而且研究也發現 如果假設說我的小孩 譬如說我跟我先生的智商平均是110 那我的孩子去給很聰明的人癢 譬如說那對夫妻他智商是140 平均是這樣 那我的孩子呢得到我的遺傳對不對 平均大概110上下 他去給140的人癢 你就發現10年20年之後 你會發現說我的孩子的智商是高於我跟我先生的平均智商 也就是他的智商可能高於110 大概120到130之間 雖然他的智商沒有像他的養父母140這麼好 可是他確實比他原生的父母 我跟我先生的智商比較高 這個就是一個環境會影響智商的一個說明 也就是說人的發展不是單單靠基因 事實上環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以上這些都是在說明 說明說環境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除非 皆さん 這些人多放天 有些人多放棄 此為我們要不擅長 這到底是回家 我認同 也說 我們來